打倒港共政權 聲音有價 請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曾經繳付任何MyRadio 7月或8月節目月費的網友 現在可用8折優惠價購買玉文新書 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人心人心 蔡崇隆醫生 大家好 人心人生去到第1801集 今天是我最榮幸 最期待的 能夠請到李懿先生 絕對不容易的 其實我五月初第一個想請的就是李懿 當然他當時很忙 多遠距過一次 我就死心不息 死錢難打 很不容易 總之李懿先生肯接受邀請 來到我 非常非常感激他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智慧而老者 李懿 我不知道 李懿先生在我心目中 不止於是一個智慧的長者 在香港的文壇來說 可以是一個教父級人物 甚至乎是伯樂 我覺得你最難得就是 在香港這個文壇 我這樣叫做文壇 提攜了很多後輩 你也有份啦 是啊 所以我也是 我做編輯 所以我覺得你都是我的恩人來的 你也是很多很多人的恩人來的 不是雞病了 而是人病了 記不記得嗎 是啊 那是你的投稿 第一篇 是我用的 我很好記性 挺好記性 我幫助你和你起這個標題 我覺得起得很好 是啊 多謝你 多謝你 所以你說我多感激 其實真的 我招絲夢想都很希望 有人見到李懿 李懿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巨人來的 我覺得在她面前我是非常渺小的 所以我真的都有一些戰戰兢兢 不用怕 不用截兢兢兢 很普通人 普通人 一個普通的智者 為什麼我們 不用多講 為什麼會請李懿 我知道在網上的報告出來說 因為我宣佈已經有很多人非常之興奮了 很期待 當然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希望李懿 我們對她們的認識 很大部份人 都是在評論 文章 書本 她對香港的政治 政治的分析 不是獨到那麼簡單 是非常之精闢 還有我覺得是領導香港的思潮 我就是想看下李懿先生 你對於這個文壇的後輩 你有些 尤其是我看到你很看年輕人 譬如亞明 你還好像點名她做你的訪問 在這個書簽那裡做過 不是 她做主持 主持 主持 就是嘉賓主持 我真的想看下 現在 我這麼老的 還有這麼小的 應該差不多是我的孫子的年紀 他們的看法 讓讀者不會經常對著我這麼悶 對著那些年輕人 可以問問他們 他們現在的照片 你有沒有去一個節目去 我在網上看的 她也挺好的 答得很好 我看完 我覺得很難得 真的做得不錯 亞明也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李先生真的有上人之本事 當然她是非常之愛才 對於 我一出來做事 因為我最初是投稿 投稿的時候 就是專門向最高難度的文藝版投稿 然後那個編輯就是用我的稿 那裡用的那些多數都是很有名的那些人 我那個完全不經存的人 他都用 即是羅夫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知道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說 那些人說 取稿是只能夠從文章的質量去留 質素去留 就不要看他的立場 也不要看他的那個不合理的想法 你的想法不同不要緊的 還有呢 所謂的質素就是好不好看 所以用這個 所以我就真的很多人 後來我辦了70年代之後 那個雜誌是開放的 開放的意思就是說 讀者都是他們的作者 作者也是他們的讀者 那些人們不是做的 就不是二同海筆 不是一圈是二圈的 二圈的 大家有交流 那這件事和這個 共產黨的文化是不同的 沒錯 他都認為這個 所有的媒體是宣傳 宣傳是one way的 我告訴你這樣 你們要接受 其實這種想法到現在為止都未變 其實你有沒有受過共產黨的思想教育 有 有 當然 那時候是左派學校 你知道從那裡走出來 你就明白他們 比如說 最近他們將那個責任 佔領的責任 一推就推給曾德成 說青年工作做得不好 一下就講大又換副校 其實它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有一個思想 這個思想就是說 主導思想 那些人只要我 說什麼給你聽 你就會聽到 你就會照我的意思去做 其實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two way的 你越是說話給他 越是不聽的 有時候你十幾歲 十四歲的子女 你教不教他聽 他都不會聽你說的 是不是 所以那樣東西根本他們沒有辦法 到現在都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他就將這些責任推了 比如說曾德成沒有做好青年工作 他怎麼做呢 青年個個都有自己獨立思考 然後你說那些好像換了副校長 然後好像陳文敏進去 所以所有的港大學生都會去參加佔領 都不是這樣的 這件事 不是這樣的事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生安白做 有時候我就是覺得 這個思想整個 整個意念 意識形態 意念根本是錯的 所以你說人才是怎樣出呢 人才應該是完全不拘一格 不拘一格 所以你很重視這個 不拘一格 和要叫做挑戰權威 即是批判 所以其實就是所謂的國民教育 或者我們以前 其實我們殖民地時代 都有這個死路教育 就是很有意識去壓制你的批判性 批判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的 就是這件事我就是覺得 我最近說了一段說話 他說其實我們有一個高層次的批判 高層次的反省 就是說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會不斷地批判自己 以前所做的事 所想的 哪些是錯的 然後才能夠達到最後 它叫做holiness 就是最後的聖結 如果你做不到那裏 唯一能夠escape 就是唯一能夠離開的 就是你的愚蠢 你如果是愚蠢 你留下這句 唯一的逃避方法就是stupidity stupidity 但是不是一定個個都可以回答到holiness 不是個個都可以回答到聖結 所以聖結這件事最後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人生應該就是一個過程 是的 就是不斷反省 其實有沒有試過 我覺得你也會見別人 要嘗試去否定自己 有沒有試過 其實你有沒有在你的人生 一定要不斷的 現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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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看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那個 以前我就對那個 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左派的思想 然後就好像有 某中山說過的話 30歲之前 你如果不信社會主義 就是沒有出色的 40歲之後 你再信社會主義 就沒有見識 這個就是講的人 在轉變 不停的反省 但是就算是信了社會主義之後 你還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你信社會主義 是因為它可以救中國 還是因為相信那件事 本身的真理 這個就不同 我覺得中國過去的革命 很大的程度上 是要救國的 所以這個就會踏入了另外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 我們現在的人叫做大中華膠 意思就是說它是覺得 一定要推動中國的民主 推動中國的發展 然後才有香港 才有自己 然後到那個階段 你再下來 你便發覺到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想到自己 其實最關鍵到最後 這個就是自由 思想自由 教育 有時候我覺得 現代的教育 是牽制了人的思想自由的 我就說 李怡先生是一個很難得的 英文經常說的 就是智慧與年齡 成正比的人 這個世界實在太多這些 成犯比越老越糊塗 我想問你 你這個人心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人 人心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人 人心 人心 人生 是要人慈 人愛的心 人愛的心 其實慈和人是不同觀念的 人愛人慈和儒家的人是不同的 我最近看了阿成那本《樂書賀徒》 去年他給我 他又講了一個觀念 他就說 其實人 論語裏面 很多人去問孔子什麼是人 孔子每一個人都給他不同的回答 所以他沒有一個定義 這件事就重要了 智慧了 對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等於你是我的醫生 我看的和別人去看的 你開同樣的藥當然不行 為什麼不行 其實都是我的藥 我和他是不同的病 哦 你說是不同的病 當然 當然不行 所以人和後來講的那個藥 就是藥中的藥是同樣的 所以人們問藥 沒有一個答案給你聽什麼叫藥 藥就是每一個問題 會提供你不同的答案 所以孔子對每一個人查過的論主 有幾十個問人 是 他每一個都給他不同的答案 所以真真正正 他不會給一個定義人是什麼 但是後來就有一個比較 比較 就是比較 典契 具體一點的 他就叫做黑己復禮為人 黑己復禮其實就是抑制人性當中的那種動物性 動物性其中有一樣東西就是攻擊性 aggression 就是攻擊性 有人證明了 那個攻擊性 人除了性 除了食之外 另外一個慾望 跟動物一樣帶來的就是攻擊性 他克制自己的攻擊性 復禮是什麼意思呢 恢復周禮就是恢復那種制度 就是用制度去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那樣東西就不是說要養都受規矩 主要就是制度 就是要制度化 所以這個就叫做黑己復禮為人 哦 講到年紀 講到這個 到我過這個年紀 如果照論語就是到七十了 七十就是隨心所欲 從心所欲 不月舉 其實他那個從心所欲的意思是哪裏呢 就不是說我想做什麼 做什麼 他還有一樣東西 後面還有一個限制 就是不月舉 不月舉 就是說我不受這個 就是不超越了制度的限制 在制度下面 在具體的規則下面 我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但是都不是做 其實他說的是一種 其中一種自由的狀態 自由的狀態 而是說要自己處於一種思想 特別是思想 心靈 一種自由狀態 有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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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孔子問他幾個弟子 你的志向是什麼 有一個故事 那天有子路 有染友 有龔西華 還有爭點 爭點就是爭子的爸爸 都是跟著孔子 那麽子路就說 我如果被一個小國在大國圍困當中 很孤立 那些人就沒有什麼戰鬥的意思 又比較窮 讓我去管 管三五年 可以將他所有的問題解決 孔子就笑一下 是 我也笑了 然後就有一個 然後就淹誘 淹誘就說 我不是那麼大想頭 我只是想一個小小的國家 裡面能夠做到他們安居樂業 那麽我就已經不滿意了 那麽還有就是 龔西華就說 我只是希望 很多大型那些 各個書校的活動當中 我能夠安排所有的人 都能夠守禮 守一定的規矩 聽一聽話話 從規矩 然後那時候就有爭子的爸爸 就是爭點 他根本都沒有聽他們說 他都在彈琴 這個就最自在了 那麽彈琴的時候 就 真正自在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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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祖國正好大陸 所以我們覺得是很安慰的 亦都因為有這個思想的領導 我們覺得是很有信心 因為有李怡先生的加持 有些議員文字上面的鼓勵 但我很想問一下 你對陳文先生的《承邦論》 其實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承邦論》最初跟邦聯的市場一樣 那件事其實從毛澤東的時候就有了 1919年的時候他主張 中國要建設很多小中國 然後連成一個大中國 其實這件事不是新鮮的 全世界現在所有國家 即使從小到像瑞士那些小的國家 都是聯邦的 是的 這根本是一個大小所趨 所以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是要自己 即是你對自己的鄉下 對自己的地方 一定會愛那個地方 如果你不是先從所有的東西 都是從近而遠 就是我們先從自己 然後愛及我們的父母、妻子 然後再遠及朋友 推幾到人 然後再推幾到社會 社區 社區之後再到社會 如果什麼都沒有 你說一個很大的國家壓下來 所以所有人都要跟他 那件事是不會產生真正的感情的 那是一種固有的 就是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 那件事你要這樣想 那件事你都不可以怪他們 你不可以怪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 中國人是要管的 中國人是要管的 不是 因為中國 中國從那個 從那個 辛亥革命之後 接著就有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之後 接著就是那裡開始 基本上都是一種救亡的過程 就是不斷地是日本侵略東三省 然後接著是七七事變 那一直到 那再之前就是 當然是滿清的時候 也都是有很多不平等的調約 其實你覺得現在都是亂世來的 中國 所以他們就有一種救亡的情緒 就是你覺得這個救亡的情緒 那個思懷 到現在都是存在在中國的人的心底裏 有個歷史學家叫做何鎮武 現在九十幾歲 他說中國人 他們老輩有一個情結 這個情結就是仇日 仇日的情結 現在很分裂的 分裂到程度 就是說日常生活 我說大陸 不要說香港 那些日常生活 每個人都想去日本旅遊的 家裡買電器全部是日本的 精神分裂 但是一度有什麼釣魚台事件等等 他們就反映情緒進來了 他這種東西是流傳下來的 所以李澤口就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也挺重要的 他說中國這幾十年的思想 是救亡壓倒了契夢 就是救亡的意識 是壓倒了對自由 法治 契約 制度那種啟蒙 這種這樣還停留在這個階段 是不是很落後 很迂腐呢 所以那件事是要跳出來的 所以李澤口就認為 就不可以讓救亡去壓倒我們的啟蒙 所以人都是要啟蒙 還是啟蒙時期 啟蒙就是西方 你也知道文藝復興之後那種啟蒙運動 就是福爾泰 諾克那些人 那種啟蒙思想是自由 契約 法治 那種啟蒙思想不是一個觀念那麼簡單 而是整套東西你要接受 有一個階段的 其實中國人還沒有進化到那個 還沒有去到啟蒙哥 他根本給他救亡 那你是不是都認同 香港人和中國人 現在的大陸人是不同的 香港人當然不同 我們覺得香港人是優越 香港人自從鴉片戰爭以來 就已經香港這個地方的成立 是比中國人民共和國早很多的 是啊 其實我們現在不斷提醒這個 接下來孫中山來到香港 他在1923年的時候 他死之前一年 那時候生後革命成功 他來到香港大學演講 很多香港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他說他自己的革命思想 全部來自香港 他說他當時 由鄉山的鄉下來到香港之後 就發覺到香港的本治 為什麼這麼好 為什麼這麼有秩序 為什麼這麼有秩序 為什麼這件事情 我們中國幾千年都做不到 他覺得最關鍵 當然他的看法 最關鍵就是要政府 要政府 當然這個 所謂政府其實就是一個制度 所以他就覺得要革命 才能夠建立一個好的政府 一個好的制度 那你認不認同香港都需要一場革命呢 好 香港啊 香港革命 革命是否需要呢 我就覺得不是的 不是的 香港現在呢 香港情況相反 香港已經有自由 已經有法治 但是現在受到很大的威脅 和壓迫 那為什麼自由和法治呢 其實和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會不會越來越抽象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 香港的政治人物 經常在講 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自由和法治 但是我發覺這兩件事情 那你現在覺得空襲 越來越虛 你說那個用空來襲警 那是否法治呢 那另外你看那個 這個袁國強 他對那個立法會裏面說 什麼警察抓人 法庭放人 就是法官都放人 就是他對這些言論 他完全不批評 然後對這件事 對空襲那件事 那些人有些不同的意見 他就馬上抓人 還要 他就說要藐視法庭 所以這件事 就是說法治的基礎 就受到侵犯 但是現在你不覺得已經去到 那這件事 你說抽象不是抽象 我覺得跟我們生活越著有關係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已經破壞到 去到一個難以收復的地步 我自己覺得很大威 壓迫 其實這麼多年 就算10年前我投稿 蘋果那時候 其實我也是覺得 是一個 寶官者的心態 但是也看到 一直的進展 這件事 我們好像看到一個出路 直到最近我看到陳文那套理論 也看到他在雨傘革命期間 對年輕人那種啟發 令我真的在那種角度有一種希望 因為尤其是我記得 有一次光復旺國的行動裏面 我見到一班學生 真的穿著校服的 有一個女生 拿著她做的牌 就是生於聯世 有種責任 我想他們現在都還有很多人 現在好像有些政客都拿出來 生於聯世 李怡先生就好 他真真正正正是生於聯世 你有最深刻的體會 當然你覺得和現在比不得比 那時候慘很多 但是你對於現在的年輕人 有這種情懷 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樣 不是一定是聯世的人才會成熟 不是一定是聯世的人才會成熟 是一個 但是你那種衝擊是很強烈的 是很強烈 當然我自己就 因為我講我九歲那一年 就逃難 逃難就一天在鄰陷區的時候 其實我經歷過幾個中國人的管治的時代 講得難聽一些 其實最好就是汪精偉管治的時候 那時候最讓的order 就是有秩序 是不是那時候汪精偉這個人的credibility 是不是會是幾好呢 就是那些人會覺得是 他首先呢 首先呢 首先呢 他是接受過 他是不是形象呢 他們覺得他是漢奸 就是詞學家 叫做葉家瑩 那他曾經回憶過汪精偉的時代 他說 他聽見汪精偉成立魏政府之後 那廣播呢 他們現在還大 他應該是 他是九十歲了 那他聽見那個之後呢 他就覺得 他們在鄰陷區那裡 就變成有希望 有希望有保護 所以他其實就是在日本的 他們叫做戰爭的殘暴 和中國 和老百姓的生活當中 他是一個護殿來的 一個護殿 那種法治的精神 就是每樣都講法律 每樣都講法律 就是不會是莫名其妙的 判理刑那些不會 另外呢 他也都承繼了 就是接受了日本人那種 嚴苛 嚴苛 所以所有黑社會 是沒有了蹤影的 所以他在這種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 他的管治呢 是比較 以後很多人就覺得 最少我在那裡生活 我在鄰陷區生活 我覺得是和平的 和平的 就是你當時的人 會覺得他是一個好的領導 簡單來說 不一定覺得他人是怎樣 你以為他是一個好的領導 就是聽他的指揮 他那個偽政權 是比較 帶給人的 是一個 安居的生活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在一個農堂那裡 都寫了很多大字 寫了大字 打到日本 這樣 但是沒事的 所以如果真是一個有大國有自信的領導 國家 是不會派人罵你 那你現在嘗試在大陸的龍堂寫 毛澤東是不是說的 共產黨是馬不倒的 你嘗試 這個鄧小平說 鄧小平說 他現在你在龍堂寫 打到龍堂寫 不得了 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我還有一點點要回答 就是 不過我怕說不完 就是你對香港 我們說要建國要革命 你是有保留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結論呢 那樣東西是要看條件 就是現在香港的條件還未成熟 現在還未成熟 OK 或者我們先休息一休 首先 好了回來第二節 我們通常會探討一下 一些人生的問題 尤其是 這麼難得請到一位 這麼智慧 這麼有份量 的長者 我經常都是 一個智慧老人 不容易的 一個人能夠活到80歲 真是不簡單 你去到這樣的年紀 更加難得 就是你的思想 還這麼靈活 這麼敏銳 其實我跟人家聊天 其實我跟人家聊天 都 都 了解一下他的思路 是非常清晰的 是絕對不像一個80歲的老人家 當然 他有時候說 我跟人家說過 你什麼時候 察覺到自己老的 人是很奇怪的 不知老之章子 經常都好像 以為自己 很享受 輝煌的時刻 但是 人生總有生路病死 是吧 這件事 今天就可以聽一下 你原先生 給我這些 智慧啓發 真是人生 你不會到這樣的年紀 你不會有這樣的事 那你做醫生 最容易清楚 是 我見到很多六人家 真的 是 都會看到死亡 是吧 人生好像 我覺得好像拋物線 你這樣想 會下來 是吧 是吧 但是 我看法不知道是不對 我覺得 保持腦筋的活躍 是 應該說是一個 最重要的工作 維持健康的 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 一個要權 是的 因為我記得 我媽媽很老的時候 她維持著在網上打麻將 這麼厲害 現在走了 你媽媽多少歲走 一百歲 一百歲 我們很高興 李兒子先生 有一個長壽基因 所以她還可以很長時間 可以指導我們 她一直打麻將 我覺得 沒有人陪她打 最適合我們陪她打 甚至沒有人陪她打 她打麻將其實都挺好的 這麼厲害 會網上 在網上打麻將很簡單 是嗎 我不懂 她在那裏 她在那裏 我覺得 維持思想 保持思想 是一個很重要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講的 維持想 最重要的是 關心社會 關心世界 內在的世界 還有關心自己的身邊 內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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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斷地和自己的認識 是挑戰的 是的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你不會 身體條件當然會有路 不用說 一定沒有一變 身體條件一定會有路 但是你那個人 那個人 可以保持著健康的狀態 就是你的腦 最主要是腦 其實很多人 整天不認識腦 就說我心境很年輕的 有些人以為心境年輕 就是玩一些年輕人的東西 就是叫做 很外在 但是思想上保持年輕 這件事就很少人做得到 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笑話 你聽過沒有 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笑話 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做 做不到的 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是 老人家 就是反過來 只要做到的 就沒有什麼不願意 沒有什麼不喜歡 只要喜歡的 都可以做到 只要做到的 都會喜歡 那就是到了一個 體能的限制下 那很多事情真的做不到 所以做到的那些 你都要喜歡的了 是啊 都要喜歡 所以這個是 體能上 力不從心 力不從心 是啊 到差不多 你就自然出現這些毛病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著思想 還是要保持著思想 思考 那思考呢 是不是最後 是不是最後走到Holiness 那裡我覺得不會 我自己不覺得有 但是我知道李仁先生 是很早已經寫人生感悟 其實不是 你不是去到七八十歲才寫的 所以我覺得你是不停地自省的 不停地探討人生這個意義 人生的問題 所以你的腦筋就訓練得很好 是超越了時間的限制 雖然我們說體能 各樣東西 我經常都說 有很多人 你知道我邪外做抗衰老的 很多人都希望 期望得到一些這樣的 領丹妙藥 有些什麼可以吃了 就會青春不老 其實是沒有的 思想是最重要的 我們最要保持 年輕的器官 就是腦袋 就是保持腦袋 但是老爸又不是去找很多娛樂 衝擊 玩一些年輕人 很刺激的東西 其實是錯的 就是好像李仁先生那樣 不斷地反省 不斷地求諸自我 去發掘自己的外在世界 走萬里路就已經慢慢覺得累了 就是你去旅行會覺得累 就是讀萬卷書還可以 還是喜歡 所以是一種自己的愛好 還有這個是一種愉快 是一種愉快 你自己不斷地追求一種新的認識 一個新的知識 當然到走的人就追求不了 走之前 盡量追求一個新的認識 新的想法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是慢些 但是都要學的了 比如說用電腦寫稿 都要學的了 打字都要 你不可以說 不可以就是以前 我都十年前還是這樣的 其實真的很難得 其實都是一種叫做 一直去探索自我 還有否定自己 有時候最難就是改變一些 舊的習慣 已有的習慣 好像你說你寫稿 幾十年 你在文壇已經中環超過五十年 你真的 那個習慣 怎麽可以一改就改 是不容易的 是難一點 難得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就是活力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難的 我試過很多種方法 是嗎 即是你這樣就變成 以前我都是手工業的 我們叫做 寫稿我們認為是手工業 是啊 是啊 我小時候寫字很累的 手工業 現在這件事 當然你電腦裏面 很多東西是學不到的 我真的很佩服 尤其是 我現在叫我學新的 我都不願意 是啊 學不到不要緊 你真的 但我保持那件事 是很簡單的 是 我一個就是保持那個資訊 是 網上的資訊 我要保持著 知道 第二個就是 寫作 是 就是這兩樣 其他的 其他的沒有所謂 你說 看不看到 網上看不看到電影 那些都覺得沒有所謂 那些不重要 所以 正如李先生說 保持關心外面的世界 當然也要 時時刻刻去留意自己的內在世界 這件事 就是保持年輕的最重要的要素 就是 有很多人覺得習慣了 是這樣的 是不去改變 尤其是自己的習慣 做事的方法 人生是這樣 那些人呢 是很難搞的 所以 為什麼會越來越老 就會變得 stubborn 越來越僵化 人生是兩個認識的 一個是認識你自己之外的世界 第二個是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 有時比認識外面的世界更難 是啊 所以很多人很聰明 他沒有自知之明 沒有自知之明 所以就會用自己全部的聰明 去證明自己是愚蠢 證明自己愚蠢 是啊 是啊 真的 他自己做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哎呀 你好精的 這句 是啊 現在其實我們看到香港的現狀 都是見到很多人 千方百計 去證明自己是多麼愚蠢 人蠢就沒有弱衣 蠢人就不斷地去做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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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現在其實我們都很輕易舉到例子 不用了 很輕易舉到例子 周玉成最近就說蠢人 蠢人一定不會放棄做蠢事 就是一樣 人是很奇怪的 這兩個不同的範疇 一個是聰明 一個是自知之明 是不同的 是啊 沒錯 但是兩個比較 自知之明比聰明更重要 我經常都提醒人要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這件事 你永遠都要經常思考的 當然有些人就是 很懷疑有些人很想逃避自己 是啊 那我想參加 我懷疑有些人 人性裏面可能有很多陰暗 或者是有些不為人知的事情 我想參加一百咪 我想參加一百咪 跟Yosun Bo去飽 這樣行不行呢 是啊 所以那時候毛澤東說 世界游泳冠軍都簡直開玩笑 這個只是偶像崇拜 崇拜之後 那個什麼 以前金正日更厲害 11次 宣傳11次打高爾夫 一竿入洞 神經病 他11次的 破了世界紀錄 說出來沒有說 一竿入洞 我就說得好笑 很多人打得很厲害 都沒有試過一竿入洞 每次很少 是啊 沒有可能的 這個原來的 技術當然都要 但是運氣更加重要 又說自己寫歌劇 歌劇是24個歌劇之後就沒有了 是啊 世界上沒有歌劇的了 知道嗎 他說自己又寫歌劇 又做導演 這個變了 人都有局限 是啊 真的 你做得那樣 不是等於別的樣子都可以 嗯 其實你不停地去反省自己 我知道你 其實有些人覺得 去找回自己 或者去自省的時候 是覺得很恐懼 很痛苦 是啊 你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 你有沒有曾經 都覺得有些恐懼的感覺 對自己 我這樣 我以前就 一路成長的時候 就一路看很多那些 就是外國的小說 就看很多自學的那些書 我就自己覺得 是要不斷地反省的 是 因為你一路看 一路覺得自己不足 一路自己不足 就一路要反省 那到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做編輯工作 做編輯工作的時候 我就對當時的左派 他們有一種對這個傳媒 可能有些思想上面 有些操控 他們有三點論 三點論 三點論 他們認為傳媒 第一就是要立場 有任務的 有責任的 第一就是立場 第二就是觀點 第三就是方法 那方法是不是重要的 但是第一件事就是立場 所以你站在什麼立場 所以你站在什麼立場呢 就要說回那個立場的話 即是不問是非主問立場 但是我自己越來越在傳媒裡面 我就感覺到傳媒功能不是這樣的 傳媒功能是一定要用 第一個就是應該用事實為主 第二個就是要符合那個邏輯 符合邏輯的推理 所以你對某個事你要作評論的時候 第一就是看那件事是不是事實 第二就是在邏輯推理上成不成立 是兩件事 是兩件事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在政治面前 比如我們現在經常說 共產黨 極權統治 就是想控制你的思想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人 知識分子 其實這個掙扎是經常存在的 經常存在的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一旦和自己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那你就要做一些取捨 取捨 取捨 如果是跟你利益的衝突是太大 大到成為一種生活的一種威脅的時候 甚至威脅你的生命 那你會不會堅持呢 那你就要考慮了 那你就要堅持了 那我自己覺得就未到 是到了威脅很大的時候 但是未到影響我生存的時候 因為我在香港 所以如果在大陸生活的話 就兩個 有人問老母 問毛澤東 他說如果老順在現在還存在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毛澤東回答他 他說要不就 他坐牢的時候 在監牢裡面繼續寫 要不就在監獄外面保持沉默 不是殺了他嗎 不是 他自己是兩種 有我一天 老順這些死硬派 有腰骨的人是存在的 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你變成是 如果生活在大陸 我自己就感覺到 如果是 有兩個人 一個人本身就已經消滅了 或者是在反右裡面 鬥成右派以後 一直都出不了聲 接著人就蒸發了 要不就不出聲了 就變成是另一個人了 所以這件事真的不容易 那次有幾個同學很厲害的 以前是很厲害的 他們回到去都是不行的 所以人是受很多這類的限制 所以老順講 講到一件事 就是人最大的缺點 就是要吃東西 要服務 就是這個最基本的食慾 如果你沒有 他不能夠餓 一餓肚子 那他就生存不了 那他就要屈服了 那個意志都沒有了 我覺得都對的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不可以說 餓死我都不屈服 不可以這麼說 事實上是 如果真的要到這樣的程度的時候 你可能都要屈服的 因為你要生存 除非你說不想生存 除非你說不想生存 就沒有多說 所以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所謂的知識人 很多已經有成名有名有利的人 他們沒有這樣的需要 他們都去屈服 他們沒有這樣的需要 他們都去屈服 都跪下 沒錯 沒錯 很鄙視這些 你看香港很多現象 我都不想說誰 是呀 所以 首席副校長 那些人的總和 你每一個人 你的人生裏面 譬如你有八十歲 你做過些什麼 全部是有紀錄災案的 有些人我覺得 你窮一生做了多少工業 有幾大的貢獻 都好 但是你以為 最後那個時候 或者是晚年的時候 走叉踏錯 或者是為了這些所謂的誘惑 各樣 而去屈服 我覺得真是可悲 一個人是 是可悲的 一生行為的總和 一生行為的總和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 其實這些是暴應 我覺得 你看到這麼多這些人 這麼有名望 又說什麼在醫學界這麼有貢獻 各樣東西 現在真是肉酸到 你這張更噁心 兩個中大校長 是啊 哎呀 我覺得 我也不會說 免得 批評他們 我也覺得是侮辱自己 那我就說 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 跟李子先生說 就是我很想 有些事情我都很不明白 很疑惑 就是譬如 你太太走了 你是很難過 那你其實 有沒有想到現在你回想呢 你覺得你太太在這裡的時候 你覺得最幸福的是什麼 我覺得 最 我 我自己 就感到很適合 說 我說 那個 那個 就是寫了 揭怨 從說時講話 到談心 到最後共同的一種 一起生活 一起建設 有家庭 有兒子 生命的延續還有 你有兩個女兒 還有孫子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挺幸運的 因為這件事有時候不是說你想要就有 沒錯 所以我們說恩怨 恩怨 恩怨組定 好幸運 因為我看到很多例子 很多人婚姻的例子 是很不快樂的 事實上也是 事實上也是 所以我最近看出戲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興》 Teresa 那個女主角和男主角最後 就是最後那隻狗死了 狗死了的時候 那個男生經常黏花椰草 那女兒經常在那裏憤怨那件事 抱怨 那男生就說我其實對那些人都是 sex 對你才是愛 所以說了很多這些無謂的說話 對 無謂的說話 到最後呢 Teresa 那隻狗死的時候 她就跟Thomas說 她說 我真是很愛她 愛那隻狗 其實我愛她多於愛你 但應該說不是 想想又不是 那隻狗不會對我有要求 不同的 第一就是她不會對我有要求 她不會讓我改變身體 所以我留意你有一些說愛情的文章 愛情是一種什麼話 是妒忌 是 她現在還有一種 可能沒有妒忌或者是自私的元素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愛情 世界上愛情的悲劇 絕對比性的悲劇多 純粹性的悲劇是不多的 有不少 但愛情的悲劇就很多 因為你想它改變 你想改變生活 太多思想上的那種 是 比如說我要 我喜歡 就是我如果是和那些 其他的女生吃飯啊 看電影啊 那你一定不行的 一定覺得是不行的 然後我寫作 是有些人會仰慕我的 她寫一些信來 她有時候寫得很過份的 那你如果給我太太看到她一定是不開心的 但她不會 不會 她不會 所以這個呢 其實人和人之間 其實大家的一個基礎 一個基礎 一個信任 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就很重要 是 是 很重要 我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朋友在美國寫了一封信 真是很愛慕的 很 touch 很 touch 那我被她拆了 那她看了之後 她打電話給我 她說 你好好的回信給別人 就是她完全不覺得 那你會不會覺得她 你不妒忌 你就不去我 是啊 我又不會覺得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有時候 很難說 就是 你和其他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人會不會去 應該是不行的 應該是 其實有時候 你老夫老妻 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你和其他太太 那種感情 是 昇華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兩夫婦 有時候是喊吵 很正常的 喊吵 有 當然有喊吵 當然有喊吵 真是 妒忌一下 發一下脾氣 都是愛的表現 但是我始終相信一件事 相信一件事 就是 愛情其實是一個人的事 不是兩個人的事 不是兩個人的事 我也明白 而且我已經聽到一個說法 人家最大的sex organ在哪裏呢 是腦 其實什麼都在這裏出來的 你的行為表現 你的想法 其實全部都在腦裏出來的 好像那個雙承記 最後那個 最後想斷後台的時候 你看那個雙承記吧 沒有 那個律師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他很愛那個人 那個人就嫁了給那個貴族 那個貴族就被關在這裏 要上斷頭台了 但是他的樣子就和那個貴族很相似 那他就自己走進去 換了那個貴族出來 最後他自己上斷頭台 他待他上斷頭台 那 就是為了愛犧牲 他就說 這個時候 他上斷頭台 他就說 這個時候是我一生裏最好的時間 我一定會去一個最好的地方 他會很快樂地去生活 你相信這件事就可以了 他有時覺得人 你相信那個人 你相信那個人 是啊 你相信就行了 就算全世界的人說你很愚蠢 或者很多人都不認同 說罵你 但是你自己相信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說這個真正的自由 就是不用管別人 但是好像又好像過份了些 但是我都說時間真的太緊迫了 我不能說 不是啊 我還有些事一定要想問的 就是說 就是說 講生命的延續 對兒女的期望 那些各樣東西 其實你會不會 九中了 九中了 真的很多事想問 但是那些 第二次先 第二次先 有沒有第二次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我實在太多事想和記者先生分享 而且呢 是一個很大 很重要的學習機會 所以我獲得得良多 就是智者之言 聽君一直說 聖讀十年輸 絕對不是假的 好 所以多謝大家